欢迎收看台湾向前行 台湾向前走 我是孟琪 选战倒数最后24个小时了 决战选前之夜 台北市的蓝绿白大咖是全部出动哦 我们等一下会带大家一一来看 另外就是新竹封城之战 选情真的多变又诡诀 柯文哲最近为了替高宏安出头 他说看到绿营把高宏安打成这样 他就知道一定有藏什么大秘宝不能被看到 而且还说新竹有百亿土地的问题 老柯柯建民直接回呛 柯文哲如果有什么一枪毙命的证据 就赶快拿出来啊 好那我们看到这一场九合一大选 明天就要登场了 明天大家的选票有多重要呢 现在产业界也是高度关注哦 我们等一下一起来讨论 好我们赶快来介绍今天现场的来宾 首先第一位我们邀请到的是 民进党发言人李坤城 文哲好大家好 再来左手边我们邀请到的是台联党党主席刘亦德 文哲好大家好 再来我们欢迎到的是前国民党文传会副主委胡文琦 文哲好大家好 稍后呢还会有时事评论员温朗东 还有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张宇韶老师 都会加入节目讨论现场 我们赶快来看到的是选前最后一天首都之战 蓝绿白都是怎么样来催票呢 我们一起来看 投票日前一天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 陈时中和前副总统陈建仁 到基督长老济南教会参加祈祷会 这是我们台北委党 我们所警察的政府部长 但是市长部长 这位就你来祈祷 牧师为陈时中虔诚祈祈祷 而前国在顾问金美玲 跟特地从日本回来 要给陈时中加油打气 我没有投票官 但是要是坐会计六会计纸回来 爱台湾 被疑有信心吗 当然嘛 在为了这个疫情 打拼的人 你如果不肯定 什么人要为台湾的安装打拼 你仍然安心就穿了一票 穿得得不对 你一定要说会做事 为台湾人做事 为台湾人健康安全自由 我们参与政治或参与台北市的选举 都是希望台北市能够越来越好 而不是互相来仇恨 不要造成对这个所谓撕裂 这对台湾或台北绝对不是一件好事情 车队还没出发 支持者就聚在一起勾喊动算 武党级台北市场候选人黄珊珊 连续两天和台北市场柯文哲车手 选前最后一天从士林北投出发 外界也关心 晚间选前之夜 新民党主席宋楚瑜 究竟会不会出现 那我们还是一样 我们是以伟大的市民作为主角 还是认为我们的目标 其实不是场内的人 而是广大的台北市民 把握握最后时间全力冲刺 国民党台北市长候选人蒋万 和竞选总干事林一华 合体车队扫街 要在白天的时间 再把台北市的行政区走一遍 车队经过文山区国宅 支持者放鞭炮迎接 还有骑士骑到正车旁 就是为了跟蒋万安 握手加油 为营造团结慎选气势 国民党发动甲级动员 将号召二点五万人 参加选前之夜 目标就是要比对手黄珊珊 上周末在同个场地 造设的人潮还要多四倍 甚至打造千台以来 最大的造势舞台 台北未来能够站上国际舞台 能够跟国际一流的大城市 并驾齐驱 相互竞争 才是我真正关心的事情 在这边跟所有市民来保证 蒋万安未来一定是一个有执行力 有包容力的市长 蓝绿白北市大战胜负将在 周路揭晓 明天就会揭晓了 不过现在选前之夜是最紧张的 在讨论之前 我们还是把相关的讯息分享给大家 今天蓝绿白各自都有造势要来尬场 先从国民党的台北市长候选人蒋万安开始看 蒋万安今天晚上晚间七点钟要办一场奋战胜选之夜 办在信义区基隆路一段52号 而且蒋万安阵营号称说这个舞台 是国民党千台以来史上最大的造势舞台 到底有多华丽 淡姐的来看吗 那这个国民党最大咖朱立伦也会出席来相挺 另外民进党的阿中阵营这边 是办了一场六点半就开始了 为台北挺身而出的造势晚会 地点就在北平东路 就是在陈时中的竞选总部前面 晚间民进党的天王通通都会齐聚到现场 包括总统蔡英文副总统 前副总统陈建仁 还有行政院长苏贞昌会来相挺 以及这个替阿中写歌的音乐人 还有很多的乐团都会一起来助阵 那再来看到的就是柯P力挺的黄珊珊 黄珊珊晚间七点钟也要办一场 捍卫新价值摆脱旧势力的这个选前之夜 地点是在这个台北市政府前面 柯文哲还有民众党的一些议员 还有小鸡都会来相挺 另外这个造势晚会的亮点 有可能说这个李红元还有黄国昌 也有望亮相 有可能会来一个黄橘白合体 这样子的状况 那我们看到当然今天选前之夜 晚上应该是更激烈 不过今天就看到 刚才我们新闻画面 三方都已经不断在车扫 要扫台北市的12个行政区 这个部分我要先来请教一下朗东 因为最近柯文哲在替黄珊珊拉票的时候 他怎么说 他说算得比他过去还在算计 更加均匀 原因是什么 他说他好焦虑 因为台北市不能重回过去 他怕台北的发展会停滞 不能重回过去 问题是过去这八年 柯文哲在做 那有比较好吗 对啊 柯文哲他担心的 不是台北会不会回到过去 是文哲不能够回到过去 他现在心中最焦虑的是 他不想回去当科医师 所以其实实在会怎么样 如果他真的很关心台北的话 台北在淹水的时候 他人就不会在外县市 不赶回来 也不会把这居民的车子 关在水门外面 让他泡水 事后被大家的这个局体泡轰 之后才勉为其难出来这个道歉 所以说柯文哲如果心 真的在台北 之前就不会整天去跑外县市去浮选 那现在他终于跟黄珊珊 站在一边 试图努力要帮珊珊去拉票 那这样子他心终于回到台北 从台北市的角度来讲 也是感谢他 台北市长终于回来了 那在他任期的最后的一个这个时候 那但是我们不禁要去想说 过去这八年 柯文哲的政绩讲来讲去 就是一个北门 就是一个拆中校桥引道 而那个还是沈慧宏在台北市的时期 帮台北市所规划的一个交通布局 所以台北市这八年来 到底有什么重大的一个建设 到今天 柯文哲是讲不出来的 然后呢 整个台北市在国民党 马英九到郝龙斌到柯文哲期间 已经过了整整的二十四年 那你说要重回过去 我不知道柯文哲说不想回到过去 是陈水扁时期的过去 还是马英九时期的过去 还有郝龙斌的过去 还是他自己呢 所以我觉得真正的问题是在于 从大巨蛋这个案子就看得出来 马英九大概这样 李素德包括是赵腾雄 都已经被判刑了 蒋万安他一直说 这选举要是什么光明 要战胜黑暗等等 全台湾最黑暗的一个政治 就是在于大巨蛋 这样的一个贪污舞弊的一个案件 他是从国民党的时期 这个大弊案变成了 这个柯文哲说 他要除弊 就除弊除到最后秘位远雄 然后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持续的在整个防烟 把关消防上面 去给这个大巨蛋放水 他不只是单一的大型公共案件而已 他更表示了 在蓝营跟白营 长期的在台北市执政的一个期间 对于公平公正 好好做事的这件事情 没有他的核心理念跟价值 所以我认为的是说 像蒋万安到了今天 他还持续的要说 这个尊重科市长 台北有没有进步等等 他没有任何具体的一个证件 面对我们去讨论说 他这个矽谷律师 只是打砸经验 为什么他要骗台北人 他不敢去回答 他对台北的愿景是什么 到现在蒋万安 还是没有说出来 反而是陈时中这边 提了两百多件政策 一步一脚印的 而且在最后的这个上个礼拜 这个关头当中 他还是诉诸于爱 为爱而走 希望说在那么多人 挑起了对他的仇恨跟不满的时候 他是用爱去化解仇恨 用梭理去对抗谣言 所以我觉得这次台北市的这个选择是 所谓要不要回到过去 是说大家对于过去这二十四年 蓝白营的执政满意吗 台北是不是应该要换人做做看 让个新的气息去重新让台北 变成一个光荣城市 台北市民应该最有感 过去这八年 到底过的这个台北市政 有没有往前进步呢 昆成议员这边怎么来看 因为柯市长说很焦虑 很怕台北会重回过去 可是台北市这个这几年 这看起来好多的市政评比 都是调查完 所以难怪阿中部长会说 市政垫底 既然这样就换人做看阿 他的焦虑是到底在焦虑自己 还是在焦虑这个黄珊珊的选情 那其实他说不要回到过去 那我们知道说过去那不就是 柯文哲执政市长八年吗 过去八年台北市市长就叫柯文哲 然后柯文哲的这个每次的这个市政评比 很多的杂志都做过评比 那个评比都是在往前面看看不到 但是从后面看都看得到 倒数第一或是第二 那本来有韩国瑜没有韩国瑜之后 他就变倒数第一啦 所以说柯文哲你这过去的市政的表现 就是调查完 而且你也是一样 也是说这个选 这个当台北市长的时候 就想要跑去选总统 所以你心不在台北市 所以台北市民都知道说 那如果再选给黄珊珊 就是投给柯文哲 就是柯文哲要再回来 那如果说过去八年的市政这么差 然后台北市没有什么大进步 然后连一个大巨蛋 这个从弊案起案怪案 然后现在都怪他他核准了 都可以打了 那所以说这个对于台北市民来讲 就觉得说好啊 那如果投给黄珊珊 那等于是投给柯文哲 那对于这个台北市来讲 那过去八年 已经没有什么进步了 那难道未来还有进步吗 因为黄珊珊就是柯文哲的副市长 那你当了她的副市长 都没有办法进步的话 那有怎么可能说 你来当这个台北市市长的时候 台北会变得比较好 不可能嘛 你因为如果你当副市长 做得不错 那理论上这个台北市的政绩 成绩也会出来嘛 没有啊 所以你当那个台北市的副市长 就当了不怎么出色 怎么能够期待你说 你未来是一个好的台北市的市长 那一样啊 你投给蒋文哀 你就是投给马英九啊 就是投给这个郎兵啊 投给这个国民党的 这一个贪腐的集团啊 那你投给他们 投给蒋文哀 蒋文哀现在 这个装人跟小白兔一样 那其实我们都知道 蒋文哀在这一场的 这个台北市长选举 他自己没有办法比陈时中好 他就抹黑陈时中 那整个在操作这个台北市的 这个仇恨值 对于阿正的仇恨值 不就是蒋文哀吗 不就是国民党吗 那一直在这个抹黑 这个国产疫苗的问题 一直在抹黑 台湾的防疫的问题 老实讲 台湾的防疫 在世界上评比上 绝对是在前半部的 那只要是像国外的政要 比如说像这个 美国的这个众议院议长 佩洛西来台湾 他就是要来看说 来肯定台湾的这个防疫的成绩 所以台湾防疫的成绩这么好 那当然阿中这个鞠躬就位 然后他的这个整个团队 他包含我们自己 台湾公民素质也很高 这这整个台湾的防疫成绩很好 那如果防疫成绩做得这么好 那为什么你要用这个仇恨值 来让这个台北市民觉得说 阿中这个大家讨厌你 那其实我认为 1120那一场为爱而走 大游行走出来之后 大家发现说没有 其实阿中是希望用爱 用包容 来让这个台北城市更进步 所以这场大游行走出来之后 中产阶级年轻人 然后这一个一些父母 都走出来了 那发现说没有 我们不是这个 蒋万言所讲的 这个所谓仇恨 我们就是希望说用爱 来走出来 让希望未来台北市民 会更进步 那所以蒋万言 你自己也没有办法 比陈时中好 你就一直在抹黑 这个陈时中 就觉得说这个 只要把这个陈时中抹黑了 那就算你没有比陈时中好 那好像台北市民也要选择你 那其实我相信台北市民 这个智慧也是非常高的 不会因为说你在抹黑陈时中 那就觉得说 那你讲弯就比较好了 投给这个陈时中 老实讲 因为我们从1994年的阿扁当市长之后 这四年1994到1998 是台北市政进步最多的时候 所以一旦阿中有机会 当选的台北市市长 我相信他一定会跟这个 当时的阿扁在当台北市市长一样 一天是拼四天 那把过去的这个柯文哲 郝龙斌 马英九时代 台北市的落后 把他补回来了 所以我就是希望说 大家来选择 你选择陈时中 你选择一个有执政团队能力的 让大家知道说 台北这一战是非常重要的 还是你选择 这个黄珊珊就选择柯文哲 过去这个八年 台北就是这样子 还是选择蒋万安 蒋万安说什么一个 国民党牵台最大肇事舞台 这笑话 人家应该讲说 你是肇事人数最多的 不是说你这个是舞台最大了 舞台最大有钱就有了嘛 选择他就是选择马英九 好 来这个造势舞台的部分 但姐再来谦告这个宇嫂老师 造势舞台到底可以多华丽 不过这边还是请这个蓝颖的文琪哥 来回应一下 因为其实现在撒喀都激烈交锋 我们看到柯文哲他就是痛骂这个蓝绿 他说他这个台北不能重回过去 黄珊珊也说黄珊珊说 蒋台北没进步的 没有住过台北 那这个蒋万安怎么回应 说台北有没有进步 市民的感受最准 过去讲万安 是不是说过 说这个台北没进步 现在被黄珊珊这样呛瞎 来文琪怎么看 我想选举到今天最后一天 基本上台北市民伟大的城市 基本上大势底定的 但是我认同刚才讲舞台大 这个他可能是误以为 徐志摩说的硕大就是美 因为那不是重点 重点是你到底有多少人 能够提出多少政见 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言多必失 但回过头来 因为柯文哲也说 看不讲我怎么政见 只会给你深蹲而已 对 你不用说大小 因为重点不是听 老百姓要爱不是这个 但是你回过头来看 柯文哲的焦虑 当然我认同刚才昆诚讲 有一种是他自己的焦虑 因为本来想要打下贪头堡 不管是台北或新竹 对他来讲 徐图2024是一个很重要 所以他会焦虑 但是我很认同他的一句话是说 他说但是如果真的要换 换人做做看 你不能换更烂的啊 对不起你看看陈时中 对不起他的仇吻值 我还要提醒我们昆诚哥一下 我说昆诚哥就先提出仇吻值的是 我们的林家隆 各位去看一下郭正亮 最近讲的话 为什么会有仇吻值小明 因为光防疫这件事情 就把阿中打到基本上 他就快要受不了 至于柯文哲讲的 这个所谓的权贵子弟 我跟大家报告一件事 现在是民进党执政 我不要说败得 出头的顺 陈志中至于陈水扁 我觉得陈志中干得不错啊 最重要的是 他的话你要现在实践检验真理 你看一下我们现在讲完 有没有实际的范刑 如果说他有实际的范刑 这个权贵子弟就该死 如果人家是照顾 照顾照顾的话 基本上不用这样 至于你说台北到底有没有进步 我觉得阿平也讲得很好 就问问人民实际的一个感受 其实这个东西 你既然认为台北是个伟大的城市 我们就交给市民嘛 反正你们每个人都拿出来 至于陈志中讲的 我刚才讲 他的仇恨值之所以会高的原因 他提了200多项证件 对不起 很抱歉 我不晓得是不是250 87分这么智慧 各位想到的就是马桶 各位想到的是马桶 还有内湖的交通 但是你都没有用心在看 所以我要跟大家报告 真的啦 我在这里奉励他 陈志中 我用小猪罗志祥的一首歌 叫免死金牌 他要 阿中要对自己诚实 他才是续命的关键 如果他想要继续延续他的政治生命 因此我们在看待政治 我还是要强调 请大家不要双标 这才是台湾能够继续 台湾向前行的一个重要的关键 奥萨卡都市站 今天晚上的选前之夜 有可能呢 这个影响力是非常大的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我们等一下回来 继续来讨论 工作人员忙进忙出布置舞台 就是因为台北市长候选人 奖湾的选前之夜 将在这里举办 奖湾的选前之夜 就选在这个台泥松山厂旁的停车厂 为了营造团结慎选的气势 国民党打造这个号称千台以来 最大的造势舞台 没抢到凯道路全的奖蛙 为了拼气势 可以说是向方设法 选前之夜的舞台 长度将近19公尺 加上两旁的同一幕和喇叭布置 总长将近57公尺 对比陈时中的12公尺造势舞台 黄珊珊的18.9公尺确实大很多 我们希望告别过去的阴霾 迎向光明的未来的起点 所以希望所有市民朋友 都可以一起呼朋引拜 舞台大 那就要有够成熟的人来承担 那到底这个是一个滑而不实的舞台 那还是一个戏骨的一个舞台 都我就不清楚 选前之夜除了比舞台大小 气势 场地的意义也成了比拼重点 黄珊珊的选前之夜 就选在台北市民广场 因为旁边就是台北市政府 要力拼延续执政 而抢到凯道路选的陈时中 最后决定在北平东路这边 来举办他的选前之夜 因为这是总统蔡英文的胜选之地 希望延续总统的胜选气势 来挺进台北市政府 选前之夜重中之重 蓝绿白市长候选人 把握最后时刻冲刺 刚才我们的记者也帮大家介绍了 今天晚上三个人的造势晚会 不过宇少老师有看到吗 讲万安那个场面 感觉真的是蛮盛大的 而且蓝莹喊出什么 国民党千台以来 最大的造势舞台 特别强调 刚才到底有多华丽 场面多盛大 宇少老师怎么看 看了会不会觉得很震撼呢 这是洪梦凯委员说的 但是舞台好像已经盖过候选本身 所以觉得是很不聪明的 大家注意那个舞台的豪华度 而且原话是这样讲的 比春晚还要大 比春晚还要大 他的记忆跟很多台湾人的记忆都不一样 你去尬中国春晚 你是要跟中国比什么 特别在补充赵市场跟舞台事情 我跟大家说 柯文哲为什么这么焦虑 刚才大家说的不赘述了 为什么 各位要想想看 民众党就五席不分区了 结果这是采取扩张性提名 三席的县市首长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地方的县市议员八十几席 跟这个政党的实力是有点不对称 民众党有论述吗 还没有 或者永远都不会有 民众党已经有基层组织的 没有 所以说对柯文哲来讲 这是他一次重大的豪赌 就是大好跟大坏 什么意思呢 2024年可能会一飞冲天 组织系统 或者是这个他缺的那一块 经由一次练兵就会补起来 但到目前为止 市议员这一块 身是怎么样 大概就只有黄珊珊扮演母鸡带小鸡 你去看其他县市 高安安新竹的这些小鸡们 都快喘不过气了 因为全国关注台北 或者是新竹 我们就说母鸡带小鸡 民众党就只有这三席 先是首长 台北桃园新竹 好 如果小鸡都不成气候 甚至被母鸡压死 母鸡呢 暂时在沙汤上 他要抢个弹头堡 拌很大 我跟你讲 大好大坏 大好啊 这个结果是什么 这个高安选上 黄珊珊得票呢 基本上也不错 那小鸣呢 基本上 求贵息就贵息了 可是啊 我说这个毒很大 我相信柯文哲应当是有看到一些东西啦 有人跟他回报啦 所以说呢 他很焦虑 也许不如预期嘛 所以呢 最后呢 信心喊话 柯文哲焦虑在这个地方 简单来讲 2024的入场券 基本上是我自己来的 还是不给别人 因为超过5%嘛 就不用联署嘛 自己可以推荐嘛 这是柯文哲内心想的 这张票 究竟是我自己上 或者是能不能卖一个好价格 这柯文哲的焦虑 为大家说的 第二个是啊 大家讲仇恨值 我先帮林家荣说一句话 林家荣说陈时中有仇恨值 不是 民进党认为陈时中有仇恨值 是林家荣认为 国民党这样铺天盖地 去啊 打陈时中 疫苗啦 防疫政策啦 口罩 一路以来啦 照三餐 去咬 所以说呢 他是担心 当初林家荣当然也想选择台北市嘛 那是从绿营的角度 又不是从一般选民的角度 或是来营的角度嘛 第二个 曹恩池怎么来的 曹恩池就是 蓝白河 再加上老贡嘛 曹新成自己说的嘛 那为什么这几天呢 小粉红网军这么多 那些啊 他们明明白白都是在帮 帮谁 帮蒋万安 帮柯文哲 去修理陈时中 很多简体制的留言 非常多嘛 去蔡英文脸书上面洗版 洗了一大堆就是不让你去看留言嘛 这个蒋万安都说 陈时中有1450 测意 真正的测意跟小粉红1450 出现的时候 你怎么不说话 仇恨值是被建构出来的 我知道对手会这么做 可是呢 我们一定要正本清援 这个仇恨值是蓝银带的嘛 白银也在旁边摇旗呐喊嘛 所以仇恨值这么说 第三个 蒋万安的部分 蒋万安有没有办法证明自己是一个好的立委 我不知道啊 也许啊 过去啊 四平八稳 被包装的很好 我不去喜欢谈他的这个 这个什么血统啦 这个血统是他的事情 我们不想再去检证 检证很多 可是蒋万安 有没有办法证明自己是一个好的委员 我认为啊 这都还是有很大的问号 当还没有证明好自己是个好的委员之前 那他就要往前跨那一步嘛 要来删起床嘛 要来删起床嘛 那我不要说越急打怪啦 急了点嘛 那这个急了点 这个落差会出什么问题 没有准备好嘛 然后幕僚都是些老人嘛 你提的政策啊 蒋万安的选择最大问题是什么 刘维德主席在这边 见证台湾过去的民主啦 他在用啊 30年前 20年前 国民党的那一套 去面对现在台湾现在的 最新的民意跟民心啦 也许呢 他只是被包装的 讲话不是像赵绍康 那么犀利的 不就是90年代的选战打法吗 动不动中华民国灭亡呢 动不动呢 要下架民进党 动不动呢 陈水扁就是台独 请问呢 蒋万安跟国民党 在历经30多年以来 1994年 为什么那么记忆清楚 记忆那是我第一次投票 我大学二年级啊 我当然已经参与那次选举了嘛 所以我对当年的选举啊 基本上印象非常深刻 蒋万阵营到目前为止 我刚才说第一点 他是啊 没有准备好 第二呢 他太早 想要选台北市长了 第三个 国民党整个公关行销 选战策略 就是停留在赵少康的那一次嘛 那一个完完全全选举策略 没有进步的政党 造就出来是什么 三公四落鬼啦 蒋万安如果被人家问 我自己搞辩论出身的 那场辩论能看吗 还有呢 这件发表 公办政策发表会 剩下五分钟 如果五分钟哦 给我们在座所有来宾啦 不要说五分钟啦 每个人发三个小时的时间哦 我们应该都讲不完 居然会发现 蒋万安 搞幕调是没有准备的 或者是啊 有很多东西啊 你是没有办法回应是不是 所以蒋万安的问题 你严肌应变也有问题啊 这就是这张 这次选战 我们看到蒋万安的问题嘛 还来一个主队友 跟他讲舞台多华丽 难道蒋万安穷到 只剩下可以跟 另外两个候选人比什么 比舞台 我们舞台啊 跟春晚的规格是一样大的 所以我觉得啦 结论很简单 虽然呢 选举啦 到今天呢 大部分啦 选民已经做出了选择啦 不去投票 不去投票 但是呢 有两点很重要 第一个 蔡其昌的广告说的很好啦 去投就赢了 这个赢是台湾赢 因为两岸最大的差别是 我没有选举 他没有选举 他的省长省委夫知事记 是选出来的吗 这个是什么 其实就是投票率的问题啦 你愿意投票 就不会发生了 八年前 游席坤很多人觉得 他不会赢啦 不差不多这票啦 最后论后悔啊 只差2.4万嘛 2万4千票而已嘛 所以这是第一个结论 第二个是什么 今天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是让支持者有感动 增加支持者 明天愿意啊 自己出来投票 或是呼蓬引拜 叫大家一起出来投票 晚上我们拭目以待啊 对 有道教有尊散啦 来这个部分也请教一下 一德主席 刚才宇韶老师有讲 真的头一次啦 就是宇韶老师也在政台 也好多年啦 第一次听到有人造势晚会 才比舞台谁比较大的 那当然讲 外面过去的很多言行 会被一一拿出来检视 包括柯文哲会讲啦 他就说 郭民党每一次推 都是推这种权贵子弟 马英九啦 郝龙斌 一直到蒋万安都熄 那结果蒋万安怎么回应 他的回应呢 真的啦 就是四评八文 尊重柯市长的谈话 来这个主席怎么看啦 这个被贴上这样子的标签 蒋万安没有办法替自己反驳 这个最后一天的舞台和作词 他没说这是 外行才会去冲的冲就大 我们会去冲到柯文哲 四年前 柯文哲的场最小 结果柯文哲当选了 丁所中落选 所以做大厅不好 不过他这厅 做大厅是有意义的 按照说 他这就是要唱 原本要唱 感觉要奔票 黄珊珊的票嘛 说不过我这边那么大厅 你要气保黄珊珊要挺我 这样我们才能赢陈时中 他是在想这个部分 一看就知道了 你如果没用大厅 看起来黄珊珊比较优秀了 我们说白啦 就是在蓝白里面 两个人去比是黄珊珊比较优秀嘛 因为黄珊珊上周末就是在那个场地也办造势 所以他就是一定要压过上个礼拜那一场 所以他这不是要办给台北市民看是要抢到那个黄珊珊珊 本来有一些又蓝又白的那些选民要归队嘛 但是他这我说我选去我弄了四十年 选举上那个造势跟舞台这是最低的一个层级 他的丁管那些层级就是你的售集以及选前的一些事件 比如说贪污啦 比如说什么丑闻啦 还有数值 候选人本身的数值如果很低的话 你经过为什么讲话最后不敢办 一直跟今天要办 因为他一直漏气啊 很简单啊 你什么自诩念成自意 什么堂木结诚 国中的听到就不敢 主席我们在直播节目 我们在说话 我说缩级啦 他的缩级有问题 我现在是 我这也没民调了 大家觉得他的缩级 那还要贏 他其实输在这个部分 不是输在舞台 其实选举最高的层次是板块啦 这没办法因为板块就刚才余淑莎你说 就有人走就决定了 五个月前他就决定要偷谁 那些决定的都决定了啦 那个就是板块 差不多啦 那板块我还要说明一下 我的研究台湾的这个民主运动 有经过两次的板块大变动 是是 第一次就是出现绿色的这个力量 就是在中立事件跟梅立岛事件的时候 在那个之前所有的党外人士都是个位数 国民党全包嘛 九十几%都国民党 从那次他有那个进入到二位数 就是党外人士跟民进党开始有二十几%三十几% 后来甚至冲到二零零四年是过了过半 但一直到二零一三一次又出现了一个大的变化 就是太阳花学运跟那个洪中秋的事件 这个事件让一些就是所谓白色力量的人 他其实不大了解过去绿营的奋斗 在那个几十年前老火老地 国民党过去怎么欺负台湾人 怎么把台湾人关 他不知道 他也觉得不重要 因为他不是他的生活经验里面的一部分 所以这样的票怎么慢慢集结 集结到现在 我们现在的板块其实是三块 目前的台湾 你注意听齁 第一个就是绿色的现在 我用一千一百万的基本会出来投的 来做基本的去 绿色是五百万票 蓝色是四百万票 这个看历次总统跟地方协议就知道 白色现在有两百万票 那个柯文哲上次是拿到一百五十几万 再加上时代力量 我都把它归类做白色 这个比例 其实黄珊珊有基本票 他现在讲完的算盘 是怎么把这个两百万的成分 把它拉一些过来 不然你看嘛 四加二等于六嘛 才有可能超过民进党的五嘛 你如果让他崩溃 本来说二跟四各自的话 可能就是陈志忠上 所以现在他打的算盘是这样 这是我分析他为什么要办这个 那么超大厂的造势是有意义的 我去补充一点 好 我们今天再补充一下 主席说得非常好 但这样的盘算会被奏效 刚刚了解黄珊珊支持者的属性是什么 他们的自主意识比较高 不要画五不成反类权 什么意思呢 本来有些浅蓝的 少数的人要投给蒋万安 在关键时刻呢 因为你的舞台复利堂皇 这第一个 第二个是什么 我刚才说黄珊珊的支持者 因为我认识非常多这样的人 不然不虑啦 或是也未必都是白 也未必是白 就是欣赏黄珊珊的特质 这些自主性很高啦 或是因为你扮一个 主席说到真正的 扮这段就要搞过 同一个时段 同一个场地 我也在搞过 现在我就宣布 现场超过了 他们上星期 够10万 那就赢了吗 反而会让这些年轻人觉得 对啦 你就剩下这个而已嘛 而且 党布还下动员令至少2.5万 哇 如果年轻人听到这个 你如果要跟他们 搞定 还要呢 请党布动员 叫游览车 在 现场都没有年轻人 都是啊 年轻人 年轻人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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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人 这画面呈现出来 结论简单 一得主席 弄了那么多年的 民主跟选举啦 讲完那一场喔 如果拍出来 都是老人 都是动员来的 都是防护心的 你觉得他 有没有办法撼动 黄珊珊的盘呢 好 这个部分喔 当然晚上喔 看这个造势会场 就知道了喔 不过现在 大家也会讲说 这个新竹啦 跟台北的选情 是不是真的在联斗 欸 是怎样这样讨论 昨天在新竹喔 有民众拍到喔 高宏安 跟蒋万安的广告 怎么会这样 出现在同一台 宣传车上 好 马上引发了各种的联想 好 到底这是什么样的策略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 一起来讨论 周四下午 新竹市北大停车场 停着一辆宣传车 上头印着集中选票 投给六号 下下民进党的内容 搭着高宏安的背影照 里面则是国民党 台北市长候选人 蒋万安的照片 同样都是六号 引发是否又在操作 气宝的联想 我们刚刚从台北回来 只是在坐车次 我们都希望选举能够回归正轨 能够让新竹市民能够选出 最适合未来四年领导 新竹市的市长人选 这样子的粗暴的方式 仇恨的语言 这样子的广告内容 真的不是新竹市民所乐见的 略映直指粗暴仇恨 林哥人阵营则回应 这不是蒋万安阵营和国民党车辆 动机可疑但不知道是谁 新竹市长选战 弥漫吊诡气氛 这是选举新招吗 先请朗东来帮我们看一下 因为昨天这个新闻一出来 哇 这一台这个广告宣传车 这个看起来 这个感觉也是下重本 这不是一般的这种 小货车宣传车 有高宏安的6号 旁边刚刚好就是蒋万安 两个人都6号 一个在新竹选 一个在台北市选 却放在同一台宣传车上 那当然大家觉得很奇怪 这到底有没有蓝白盒呢 媒体记者跑去问林庚仁 林庚仁说 没有 这不是蒋万安阵营的车 也不是国民党的车 动机可疑 但不知道是谁 那沈慧宏就说 蒋万安跟黄珊珊 知不知道这些事啊 朱立伦敢知道啊 那高宏安也说 这也不是他们团队的 这就奇怪了 人都大家都不知道 到底是怎样 这很明显就是一个 蓝白盒的奥博嘛 为什么会去这样讲呢 我们来想 如果他上面 他这个是电视墙 他是行动式的 如果他一边是高宏安 另外一边是陈时中 陈时中团队跟高宏安团队 都会提告这个用宣传车的人 是 因为这很明显就是 你把价值理念不同的 混在一起的时候 大家都不能够接受嘛 可是你看蒋万安阵营 有没有要去告这个宣传车 没有 高宏安这个阵营 有没有要去提告 也没有 他们就只是装傻 装没事 说这跟我们没有关系 很可疑 不知道是谁 我们不知情 那很显然就是用一些 看起来好像是 民间人士的这个名义 试图在新竹市这边 而且他去租这整台车 一直跑 他的经费其实是不少的 对 这是看起来 蛮厉害的宣传车 对啊 看起来这么厉害的宣传车 过往我们就只有看到 一些好莱坞电影 在宣传的时候 才会用这种比较先进的 这个方式去做 他是比一般的这种宣传车 就是候选人在车上扫街的那种 成本更高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 很显然就是有人扎钱 然后试着要去把蒋庵安安 跟高宏安绑在一起 去塑造说 哇 其实如果你欣赏 蒋庵安安的话 你也要投给高宏安 因为他是这个 在新竹市街头 在那边跑的 试着要把蓝白绑在一起 那如果蒋庵安安 他有骨气的话 那他应该要马上提高说 这不是我们党的候选人 我是挺林庚人的 结果蒋庵安他也没有 他也乐在其中 觉得说蓝白河也无所谓 但是这些事情 对于新竹市民来讲 对于蓝营来说 我不认为他们会去接受高宏安 他们当然未必会喜欢民进党 或者是沈慧宏 可是过去高宏安阵营 不要忘记了 他对于林庚人 或者是非常是看不起的 然后甚至跟很多媒体人 慢慢说什么 谁去跟林庚人 然后站在一起就建一个打一个 然后也就是看不起韩国瑜 觉得韩国瑜是来拜票的 那所以对于这些蓝营支持者来讲的话 第一个他过去你这样子骂我们 然后结果现在我们要反过来投给 骂我们的高宏安 这情何以堪 第二个表面上来看 他们副议长余邦彦 或是议长许修睿 那余邦彦是明确表态挺高宏安 那许修睿的话 虽然没有明确表态 可是他藉由同台或者是曖昧这个方式 好像也觉得高安一无不可 但这两个原本在2018的时候都是五党籍参选 是选上了之后 才进入到国民党里面 然后去当政府议长 那对于国民党他在这边总共有十七席的这个议员 金竹市议员 那如果说他放任说这种蓝白盒的谣言持续扩张的话 民众党提七席 到时候民众党这个议员 就直接把国民党议员给取代掉了 所以这对于国民党的新竹市议员来讲 也是生死存亡之战 这些外面来的加盟店的这些副议长们 是对他们来讲 他要挂民众党当副议长也可以 当国民党当副议长也可以 根本就没差 只要能够在议会里面的话 有领导这个权力的话 他根本不在乎自己是什么党的 但对于这些地方的国民党来讲的话 他觉得我为国民党服务这么久了 你怎么现在突然间外来的人的话 就挺个高宏安 把我们掏空 所以我觉得对于蓝鹰来说 对地方的来讲 是不可能是这个时候跳距行高宏安的 而最根本的一个问题是 我们居然撇开政党 什么蓝绿白都不提 贪污舞弊就是不对嘛 那你遇到一对性贫干件事 都要去搓汤圆 然后把责任都拐在受害的这个女性身上 然后遇到这个贪污 拿了助理的这些钱 助理的薪水也没多少 你存款里面一千四百多万 你不拿自掏腰包出来做什么公积金 竟然还要去拿义法院 拿国家的纳税金 去给自己洗头发 去自己吃大餐 这件事情 讲给任何人听 都是没有办法接受 所以当他已经完全 违反了公平正义 人情义理的这个时候 我想不管是蓝绿 甚至有些白银的支持者 都不会去挺高宏安的 这样子合体的宣传车 这个宇韶老师这边有注意到 不过呢 因为最新的部分 是业者说有跳出来澄清 业者怎么说呢 他说只是先将车停在停车场 他们只是要做测试而已 并没有所谓的宣传意图 叫大家卖五花 可是宇韶老师你怎么看 这真的只是巧合吗 还是说真的只是无心插流 各位明天就要投票了 然后呢 上面有候选人的这个呢 是 无论台北跟新竹 然后呢 这个业者简直是睁眼说瞎话 什么意思呢 测试用 你贴这东西明天就没有用了 你测试这个干什么 现在还在测试 对不对 你测试开到路边 然后大辣辣 让大家照到 让大家看见 政论节目讨论 你达到你的效果了 你的测试不就是引发 大家要讨论 然后讨论之后呢 引起一连串的政治效应 是 这个厂商真的 得到高文安的真传 真的 问A答B 而且答非所问 甚至呢 把大家当成是 智商有问题 我说这个 为什么是会有这个厂商 因为呢 受益者 还有扛棒上面的人 都不敢出来说话嘛 所以我们当然问这个厂商嘛 这个厂商啊 知乎其职 因为呢 他总不能像朗东说的 直接说啊 我就是天啊 我就希望发生气宝效应嘛 背后呢 有人给他抖呢 他当然说不出这样的话嘛 所以说呢 他只能呢 提供一靠 我觉得非常扯的说辞啊 但是我还是要补充一下 他这样大大大开到市区啊 第一个 阿黄珊珊的支持者看到 不会生气喔 你这个是高文安什么意思啊 这一定跟高文安阵营有关系嘛 跟呢 两位议长啊 副议长一定有关联嘛 不然呢 他们前面铺垫 这么久 开直播 这个呢 议长啊 犯白脸 吞吞吐吐吐 说不出来 唯一支持林庚仁 副议长啊 完全都不用演了啦 公然倒戈了啦 公然倒戈啊 犯了 藍白托 你是一个副议长 你手头拿个藍白托 基本上是自己的身份啦 而且直接呼吁啦 叫自己的责任的里长啦 等等等等 都去投了 第一个 柯文哲 基本上 或有黄珊珊支持者 这是另类放生嘛 我们说 国民党在新竹 基本上放生 或是呢 弃保林庚仁 林庚仁很可怜 那黄珊珊 基本上 不也一样吗 请问柯文哲这几天 在啊 站台 造势 或是呢 葬虾 有考虑到黄珊珊吗 没有嘛 他几乎把所有的重点啊 都放在新竹 为什么放在新竹 我刚才露讲一个 在豪赌之余 万一啦 有个小小保险啊 我什么都没有 北市也选不赢 市议员也不太好的时候 这个大家都知道道理嘛 他自己也说了嘛 可以啊 把台北市府的模式啊 寄生市府的模式 搬到新竹去嘛 所以啊 他唯一啊 孤注一职 地 地 就是啊 新竹这一块嘛 所以我说啦 黄珊珊的支持者 我还是要强调 啊 对啦 蛮好的啦 刚才我们看到 华山安诉求嘛 蛮有趣的 摆脱救世力 捍卫新价值喔 你要摆脱的 最新的救世力 就柯文哲这一块啊 捍卫什么新价值 捍卫你的主体性啊 嗯 你虽然不代表民众党 可是呢 一路以来都是呢 市府的资源 跟民众党 跟你搬股嘛 跟你奥元的嘛 所以说 这一出闹剧的结论 非常简单是啊 受益者是谁 我说受益者 当然有受害者嘛 受害者 受害者当然是林根仁嘛 被人家运作 赵少康先生所说的 就是干嘛干嘛嘛 拿什么换什么嘛 好 但是呢 两位 这个 蒋万安 对啦 应该他本人也不 不会回答 也是不是叫个 靖总发言说 此事跟我们完全无关 嗯 我们呢 国民党是有党格 是有党魂的 在新竹呢 蒋万安阵营 唯一支持林根仁 是不是应该这个样子 好不好 这个候选人啊 因为现在水深火热 连发言人啊 都不愿派 国民党没有中央党部 巴德路的这些文传卫的 这些副主委 主委们 也就是呢 文吉哥的这些啊 小学弟 小师妹们 说哦 这个哦 只需乌有 不要陷害林根仁 不要误重他人啊 奸计 误重呢 对手啊 基本上啊 这个抹黑的行径 国民党是出来澄清一下 最后一个是啊 统扣了一下 我好像没看到林根仁哦 又是吧 你是当事人耶 国民党中央 装作没看见 蒋万安现在 选举很忙 就要赶上晚上那个 超过千台以来 最大的舞台了 是 那林根仁阵 是不是说 嗯 这个是哦 意图使人不当选 对啊 是不是跟大家讲说 意图使人不当选 在最后一天 出现这种所谓的 气宝的 操作跟暗示 所以我都觉得啦 蛮有趣的 受害人 基本上 没有话讲 然后呢 这个呢 受益者 心中暗示窃笑 党中央呢 基本上呢 装作呢 没有发生这一回事 结论为什么 如果民众党都 都可以这样 撑加豆腐的话 有一就有二 国民党啊 如果被人家看 杀小朋友 因为我们就直播了 孟琦就有提醒过了 是 那你自己要拿出 自己的态度跟立场啦 来 现在蓝白到底是什么态度 主持人你现在怎么看 因为其实前几天 我们节目上都有讨论 林庚仁 他们的自己人 国民党的副议长 就已经公然倒戈了嘛 倒向高宏安那一边 好他倒戈之后 接着又出现了 像这样子的宣传车 即便业者有出来解释 说这个要进行测试 算计现在 才存几点兆而已 已经不到一天了 现在还在测试啦 所以这样子的一些理由 当然大家外界会觉得 有点牵强 那林庚仁说 这台不是他的喔 不是国民党的 蔣岩也说没有 这也不是他的 高宏安也说 不是 大家都搓得很很很 那是怎么样 凭空出现这一台喔 来 主席怎么看 这一定不是林庚仁 也不是沈会洪 因为这个最有利的受费者 就是高宏安跟蔣岩安 最贤的最有可能就是这两个嘛 那两个都说不是他们喔 不过我这样看 这个气饱的东西 坦白说 你若是民众自己做选择 那就是无可厚非啦 我就... 你管我 我要搭上去那边管 可是如果是有候选人在推动 嗯 这很奸诈的嘛 你还没有当市长 你就是显示 你... 大家说政治很黑的 很黑的 就是你说这个啦 你根本还没有拿到位置 你就想尽办法 用那种龌龊的方法 想要去得到全面 这种不能选啦 我是不知道什么人 如果是... 这个看背后是谁做的 特别说喔 白色力量也是败在这里 我... 我... 延续那个... 我上一段讲的 其实在这个... 太阳华学院跟 洪仲秋事件之后 台湾确实有板块移动 出现第三块的白色力量 是... 其实这台本来 大家很有期待啦 这一定比较清晰的嘛 因为... 国民党 民进党都不要称 国民党... 你知道没有包袱的使命啊 国民党已经腐烂了几十年 六十年 七十年 民进党也有执政过 执政难免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 这... 那... 也... 但是... 没想到 白色力量一出来 你看最近的... 你看嘛 他在勾结什么 你看... 我不要一个一个讲啦 高宏安本来你如果说是媒体在打压 一开始大家是听下去啦 你到后来你一直... 一天跪一天一直拼出来 现在坦白讲 我对白色力量的感觉就是 他跟国民党差别在哪里 就是国民党是... 我就真的很烂啊 我就黑金挂钩啊 形成我各地的势力啊 国民党是这样来的 那白色力量是什么 说... 就是... 澳大利亚要够蓬古啦 台义会说... 你明明是一个烂苹果 不... 明明是一个烂的梨子 你说... 吃起来的桑桑 这是蓬古 澳大利亚跟蓬古是不同的东西 现在他就是... 余目粉朱 白色力量在玩这个游戏 我相信台湾人民... 在怎样 不管你的立场是什么 还是要选好的人啊 不然选贤语能是在讲什么 来 顾民董 文琪哥回应一下啦 这台车到底怎么样 是不是蓝白之间真的在搞暧昧呢 我想这个问题实在很简单啊 我是说真的 套句陈水扁讲的话 有那么严重吗 我们现在要问的一件事情 不要陷入逻辑的谬误 蓝白河有没有一定错误 蓝白河不对吗 如果站在大势大悲 你觉得民进党做得很烂 是不是要一加一 非绿的... 你让我讲完嘛 你让我讲 我们集合了以后 是不是能够打败绿色 因为如果你认为 头家的眼睛是雪亮的 他们是国家的主人 你只要说清楚 讲明白 基本上这没有不行 不然我随便举几个反证 各位记不记得 现在我们昆臣哥在这边 范云都可以 从社民党跟民进党和 潘孟安 我上次已经讲 潘孟安跟周春敏去复选 我们的河春北 还有黄杰 张伯牙 刘建国 这些颜色合作的时候 大家都不说 颜色是不是不分垃圾 怎么可以搅在一起 变成彩虹 所以我说 蓝白河这个命题 不用陷入敌人 设定的逻辑错误 眼睛的血量去判断 第二个 我一直强调谈政治 没有永远的敌人 没有永远的朋友 就只有永远的利益 除非我们现在看到 就是陈奕琪说 陈伯伟是草包 否则对不起 你就让台湾人民去决定嘛 所以如果你要 站成由下而上 其实没有不好啊 所以我们在看待这些 我还是要强调 台湾不应该要双标 我们要尊重台湾人民 血量的眼睛 因为我们才是 真正国家的主人 听完文琪这样讲 我想林庚仁如果听到这一段 柯林会想要靠啦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继续来讨论 来到新竹 城隍庙参拜 国民党议员相挺下 选前最后一天 林庚仁签下反贪查币且结束 我也拜托多城隍也要主持公道 还给市民一个清白 我想先起的奥部 大家市民眼睛是血量的 唯有国民党唯有支持 提名林庚仁也支持林庚仁 就这么巧高宏安早上 也来到城隍庙参拜 教证易卫农 虽然没有受访 但一早就在脸书发文 表示他日前主动向校方提出论文审查 美国新兴纳提大学完成审查程序 提出正式信函给他 表示他的博士论文 没有任何研究学术或版权的不当行为 还附上韩文 但旅美教授翁达瑞抓包 这封是10月20号的旧姓 信函不是出于学轮单位 内容自相矛盾 日期更早于资测会发函 新兴纳提大学主张著作权 不过民众党党 党主席克文哲炮国猛烈 再帮高宏安助阵 如果我们的新竹市民所有的国人都厌倦了这种负面抹黑造谣 没有证据武中生有的这些血口喷人的事情 那就用自己手上的选票来终结这些谣言 跟终结这些无谓的选举奥 新竹之战前所未有的激烈 最后战局马上就要揭晓 新竹的选情真的是多变又诡诀 昆程议员先选到现在 剩下不到24个小时了 柯文哲突然在前天 跟馆长一起直播的时候 他怎么说 他说看到这个大家把高宏安打成这样 一定是新竹有什么藏什么大宝藏大秘宝 不可以让人看到 甚至他还说有人跟他报秘 新竹有几条的土地变更超过一百亿元 公共这么多可是建国在哪里呢 来昆程议员 柯文哲不是讲什么新政治新文化新价值吗 证据拿出来有证据就拿出来 有证据拿出来那真的一刀毙命 因为他是讲到BOT 然后现在新竹是有一个BOT 就是这一个马街的儿童医院 他是BOT 那BOT就是那时候的这个市长林志堅 他的心愿 他那时候当选市长的心愿 就是说新竹没有儿童医院 所以他希望说新竹有个儿童医院 然后他本来是找中游的土地 那中游说这个没有办法 然后后来去找国防部的土地 然后这个国防部土地当然行政也有协助 那后来就把这个国防部的土地 他有一个G30 3132机关用地 把它变更成这个其中有一块 这个变更成这个社福用地 G30变成社福用地 G31变成医疗用地 那G32呢 那个也是国防部用地 然后现在未来也是要做这一个社会住宅 那等于说这三块 这个属于国防部的机关用地 后来其中有一块 就是机关用地 第31号 把它变成医疗用地 医疗用地之后就是把它变成 就是用BOT的方式 把它这个这个由马接 他们来招标 然后变成马接儿童医院 那BOT的方式 那其实老实讲 新北市也有很多BOT 我们新北市我讲一块好了 就是一个在我们三重壁华国中 它是学校用地 然后那时候呢 侯友宜他就说 这个我们希望做一个长照中心 那我们就是把这个学校用地 把它变成社福用地 社福用地之后 他未来就是要做这一个长照中心 那长照中心 他也希望用BOT的方式来做处理 因为他说政府没有这么多钱 BOT的方式就是说 政府没有那么多钱 希望引用民间的资金 民间的资源来做使用 这就是BOT的方式 那当时候这个BOT被打得最惨的 就是高雄捷运 高雄捷运在高雄这个市长 谢长廷当高雄市市长的时候 他的高雄捷运 好像市府没有钱 那时候又这个国民党执政 然后他用BOT的方式 然后这个由中刚得标 然后最后在这个 这个营运的过程当中 新建过程当中 也是被邱映那些人抹黑成说 你就BOT就是弊案 然后后来高捷再盖成了 然后什么弊案 没有弊案 但是呢 这个让谢长廷就很感慨 他那时候说痛苦会过去 但是美丽会留下来 那现在回到林志健的这个案子也是要 柯文哲你如果有证据你就提出来 不要说这个上直播的时候说 有密报 大密报 说这个土地变更 这个什么上百亿 他讲那些事情 然后呢这个黄珊珊一搭一唱 他说对啊 就很怕说如果这个换党执政了 这个东西会不会被人家拿出来讲 我跟你讲 你讲的就是你们自己台北市政府 台北市政府未来 要是这个政党轮替之后 有可能那柯文哲八年之内一些狗鼻盗灶的事情 就会被救出来 你们是在讲自己的 你们自己心虚呢 那就会讲到说这个林志健 好在新竹市 这个会有问题 我老实讲 如果你们认为这个BOT案有问题的话 去检举 那林志健他很气愤 他就是说你这个东西 你不要反对这个医疗 不要反对儿童医院 因为这个东西BOT就是由这个 引用民间的资金过来投资的 市政府要做的就是把土地变更 因为这个本来是属于机关用地 那如果没有变成这个社福用地 医疗用地的话 那他就没有办法盖了吧 所以市府的角色就是处于这个 做于这个 把这个机关用地 把它变成这个医疗用地而已 那另外两块就是变成这个社福用地 都是盖社会座宅用的 所以就林志健来讲 他必须要马上回应 因为时间只剩下 这个两三天的时间 如果不赶快讲的时候 你看这些人 柯文哲这些人就赶快 寒沙摄影就说 这个新竹市有什么样的必案 就柯文哲来讲 见不得人家新竹市的进步 你有建设就把它抹回成说有必案 老实讲 台北市过去八年 就是没有什么大的建设 没有什么大的进步 所以说他就说 我没有什么大的一个建设 但是我会省钱 一个台北市的市民 要的不是说你这个市府会省钱 但是任何建设都没有 每次施政都掉下位 希望就是说有许多大的建设出来 但是台北市没有 台北市没有 然后人家新竹市有这个建设 就说你这一定有必案 一定有问题 未来为什么打新竹打得这么凶 就是怕说政党轮替 我再说一次 柯文哲你有证据拿出来 不要寒沙摄影 你当初就是认为说 你很多事情 大家好像寒沙摄影 你自己也不服气 结果人家跳出来讲了 澄清了 你要说这个不打自招 这种人真的是很讨厌 那我也希望说 这柯文哲 黄珊珊 你们如果被政党轮替之后 我也希望由陈时中来调查 过去柯文哲八年 在台北市政府所发生的 有可能的弊害事情 一切摊出来查 到底有没有什么所谓的大秘宝 玉梢老师怎么看 柯文哲讲得这样振振有词 说这个有人敢说 新竹好几条土地变更 价值超过一百亿 这对我们来讲是天文数字 那林志坚当然很气愤 说如果柯文哲有证据 你就拿出来嘛 老柯也是很不服 说如果能够一枪毙命的话 柯文哲按照你的个选 你在怕什么呢 赶快开记者会 抢救新竹的选情 结果柯市长怎么说 他说这个证据是爆料者 应该要提供的 不是有人跟你说吗 那不然你现在所评何据呢 来 玉梢老师 柯文哲的坏就来自于这一点 这是大家最讨厌 叫赢钱又赢话 什么意思呢 第十二鸟怎么样 他都是赢 什么意思呢 如果没有像昆臣兄 或是林志坚 第一时间发理书 出来澄清的话 我告诉大家三人成虎 整个新竹市沸沸扬扬 这一点呢 就变成鸭死落途 最后跟稻草 简单讲 沈慧宏的选情呢 就因为疑似的弊案 基本上被冲垮 好 职求对决嘛 但职求对决之后呢 他自己知道自己理亏 还要呢 淫化什么 你们好笨喔 不打自招啦 各位啊 你要想想看 怎么有这么可恶的人 他过去喔 如果有人质疑他 他就说你拿证据出来 是 对不对 现在要质疑别人 我都借贴公公的啊 他还故意装着一副啊 雨散观金 好像呢 是诸葛亮一样 这个局我不好的啦 就有人呢 自己对号入座 有这么可恶的人吗 可是你看 至少耗费什么成本 这种事情要讲清楚喔 我们是政治圈 或是政治评论者 昆臣 昆臣这样讲 我们都觉得 或是林志杰的脸书 第一次我看了 是 可是你想想看 就浪费时间成本啊 因为他在 馆长直播的一句话 至少呢 要耗费啊 所有人 想办法去帮他澄清 对 柯文哲还会很得意的讲说 你都说嘛 我就出一支嘴而已嘛 所以这就是他的新政治啊 鞭持一掏 气急败坏 回家了啦 什么什么东西 都能找到 他也都不用回应 他只要演就好了 相不相信我用便利杂你 要当党啊 说话这种东西啊 垃圾不分蓝绿 柯文哲基本上讲了半天 别人质疑他 朗档说的大巨蛋 对不对 他都亲在后后的 随便的一句话就带过 他讲别人也是一样啊 那个直播讲仪式 那我们用消去法嘛 柯文哲就故意讲 说啊 我也没有说是谁 这第一个 第二是啊 黄珊珊也被带坏了 黄珊珊跟着什么说呢 说呢 沈蕙虹是说要争取连任 就是要掩盖啊 这些不堪的内容 哪个人选举不是为了想选赢啊 哪个人选举不是要选赢 那我用逻辑同理可证好不好 那黄珊珊你想要选赢 是不是也为了掩盖五大弊案所有内容 哦 同理可证啊 对不对 你读到这种 环啊 对啊 他也不太跟你讲逻辑啊 我们这种是有脑袋 有逻辑的人 在学校教理哲学的人 知道逻辑真正意义是什么 那这些人 在跟你对话的方式 基本上就是抹黑嘛 打带跑嘛 得到效果呢 能够呢 在你伤口上撒盐呢 就尽量撒盐 你要遇到老实人喔 基本上还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遇到我们这种呢 他会说你巧言令设 回答他之后呢 说呢你自己对号入座 所以我都觉得 这个都是属于 刚才我们一德主席讲的啦 在选举最后阶段 你为什么两个月之前不讲 因为他就赌对手 已经没有澄清的机会了 或者是呢 对手呢 没有办法讲清楚 说明白 这样就得到了不当的利益 其实都是游手在选霸法的边缘 这叫什么 谣言嘛 意图死人不当选嘛 可是呢 他周上有些法律专家 帮他算计好了 你只要不要说人民就好了嘛 对不对 或者是啊 我想是林志坚 请问是林志坚在选吗 这都是他在 将来如果有人告他的话 我都已经把他理好 在法庭上他的顿词啦 他大概都会这样子 他的辩误律师都会这样讲 所以柯文哲坏的地方 我们都看得非常非常清楚 这个百易土地的问题 林志坚写脸书成亲 结果又被柯文哲解释说 这就是不打自招啦 那我们看到 今天有一个很特别的情况 是老柯柯建民 突然写了一篇脸书 要跟柯文哲跟高鸿安道歉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 再来请教朗东 今天可能很多观众朋友很纳闷喔 因为看到柯建民的脸书 突然写了一篇 说选前的今天 他要对柯文哲还有高鸿安来说对不起 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内情呢 朗东 这个部分我们该怎么来解读 柯总召他讲到从1975年开始 他一边去当牙医 一边就非常认真的去赞助党外这个运动 所以说台湾这个民族史里面都有柯总召他的这个身影 那他去跟柯文哲或是跟高鸿安道歉的原因 是因为他是为了新竹跟台湾 才必须要很严厉的去批评 因为这个其实根本就不是任何的私人恩怨 而是他希望是说他为民主努力奋斗三十年的时间 这么资深的一个国会立委 他看过这么多人 他知道说高鸿安跟柯文哲这样的一个团队 所以是不试任去担任这个新竹市的这个市长的 那其实这整路看下来 高鸿安他一直好像是说要无罪推定 然后不要卫审先判 用这种方式帮自己辩护 但是台湾的民众们 这个其实看的选举看那么多场 也知道是说 你不可能是说 你都已经一审定验 一审定验就已经准备要被抓去关了 你说一审审完之后 其实已经做到已经很接近了 那大家都在看说 那你所揭开的这个弊案 到底有没有证据 大家都是有眼睛在看 像柯文哲他就用影射的这个方式 说什么新竹有百亿土地问题 用之很精准 因为他如果讲百亿土地弊案 可能他就意图使人不当选 他说新竹是绿营执政 或是林志堅执政 他也意图使人不当选 所以他很巧妙说 新竹有百亿土地问题 我招商引之也是叫做百亿土地的问题 问题可以是一个中性的用语 我为什么要说问题 因为柯文哲他都知道他怎么样去钻灰色地带 怎么样又有影射的效果 然后又不会被告 居心是相当的一个险恶 那最根本的问题是 为什么这次的选举新竹会那么引人关注 因为高宏安在整个一路过来 人设崩壞真的是太严重 太虚假 但没有办法去接受 整个助理费是从抄袭的这个事件 一直到助理费的这个事件 可是在抄袭的时候 大家还不太清楚说 因为不是每个人 都有办法去看原文去比对 他怎么样去抄知社会的报告 但是等到助理费出来 大家都可以理解 因为每个人都有经历过打工的这个阶段 就像是蒋冠安 他在矽谷也有打砸 我们在打工阶段 最讨厌的就是冠老板 而高宏安他做的最不应该就是 他竟然去苛扣助理的钱 而且还骗助理说这个其实是办公室规定 大家都这么做 而那个钱不是他自己掏腰包出来的 是纳税人钱到了立法院 立法院在发给助理的 高宏安把这个钱拿来做自己的 这个小金库去运用 这件事情其实看在非常多人眼里 这是完完全全的 这不合理的事情 更不用说在法律上 他同时触犯了所谓的这个畏证罪 贪污制罪条例等等的这些 非常多的一些法律的这个责任 所以我觉得玄机选到这边 其实看到柯总招必须要这么拼命的去 大声疾忽视 他用他过去一来 陪着台湾一路走来 这样这个民主发展的经验 其实是很沉重的去告诉大家 说高宏安他不是任 他最后有提到 他每一篇的脸书都是自己写的 不是高宏安什么发奖金 你这个给助理写写的好 给你一千块奖金 柯总招美眉文章是用自己手写 因为他不太会用打字 手写完之后助理再帮他打字 然后放在网路上面 很用心 很用心 你知道他说什么 要做到这个程度 那其实就是希望是说 整个新竹市政能够变得很好 过去新竹这八年来 非常多的一些改变跟转变 而高宏安跟柯文哲 其实他就是见不得新竹好 他怕说如果说新竹 他持续的转变下去 那可能说对于新竹市民 有一些本来是偏第三势力的 本来偏蓝的 慢慢的都会往绿营这边靠 所以他们是要目前选前 没有办法举出任何实际的这个证据 如果他们有办法举证说 哪一个是弊案 哪个地方贪污 早就已经提出来了 到现在他们连具体的指的是 哪一块地有问题都说不出来 我在这整个中二补选中 我们说严家在哪里有违见 严家哪一块土地有问题 都是连土地地号一一清楚 然后持有人是谁 弊案的问题是什么 我们都是把政治局摔给大家看 但是高王安跟柯文哲 他们一贯的做法 就是不断的去造谣跟抹灰 那我非常相信新竹市民的一个智慧 跨越党派之外 其实还有公平正义 还有真理 如果高王安这样的一个 蛮口谎言的候选人当选的话 其实就是台湾民主史上非常黑暗的一夜 但是我不相信这件事情会发生 我认为选民会做出正确的判断 刚才朗东讲到证据的部分 像是昨天民众党过去的战友 林冠年就搜集了很多证据 他说至少有五个吹哨者 给他的一些证据 包括还有录音档等等的东西 都送交北柬了 要等待司法去厘清 像是沈慧宏跟林庚仁 他们其实在这边的讲法态度 是蛮一致的 沈慧宏说高宏安涉嫌贪污 遇到事情就是切割 就是谢泽 没有资格来担任新竹市长 林庚仁说 光是一个立法委员的办公室 都能够搞出一堆问题 有什么能力来治理城市呢 本人高宏安他是怎么说的 他说司法还在侦办 敌营就已经开始用定人余罪的方式 完全忽视无罪推定原则 高宏安有他自己的说法 不过主席我们想请教的是 其实里里口口好多东西 从刚才不管是朗东讲到 资策会论文的事件 到助理工基金等等的 还有前几天被爆出来 办公室还有涉及到一些性贫争议 高宏安的处理态度 可能会让很多选民对于新政治 打上一个问号 可是即便有这么多的争议 我们看看这个宣明志 还是非常的相挺 他说就是因为有很多绿营的侧异 有拿业配所以要认真工作 这是敬业的表现 宣董是用酸的这样的方式 酸四叉帽 酸绿营的侧异 用这样子的方式来相挺高宏安 所以是不是有这么厉害的 背后的靠山 高宏安什么都不用怕 我更不想说这个混战的过程 因为明天就要投票 但是我们来预测 如果高宏安假设高宏安当选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大 两个很重大的问题 第一个说 台湾你选机不是要选 那个比较优秀的 还是比较好的 品德比较好的 我们选机是要选这样嘛 我怎么看 因为新竹有六个我不知道 但这三个里面看来看去 国民党跟民党这些都还不错 比较败的 他玩的那个 那些奇奇怪怪的诈述 欺骗 然后那不是一两个案子 到现在已经快十个案子了 每天都会出问题 对 常常跌倒 那现在怎么变成市场 这是第一个 台湾走倒退 民主的路会怕倒退 这是我觉得我的心情 应该跟柯建民差不多 第二点 这个国民党绝对 刚才我很驾议啦 听到你说 所以说蓝白会合 蓝白会合 蓝白会合也没有什么问题 很大的问题 这次如果新竹 因为蓝白会合 给那个高宏安贏去 我告诉你 国民党才会开始要帮帮 因为整个蓝的就被那个 白的只要耍一些乍树 就把你全部吸走了嘛 是不是 一要三宗通买档 都没有 都垮掉了 那这表示 我刚才讲的那个五四二 那个比例 那个二会吃掉这个四 五四二五是民进党 是绿的 四是那个国民党 二是白色力量 这表示他 虽然只有两百万票 他可以吃掉你四百 这这样就 国民党就消失去了 这很严重 消失就消失啊 你应该赶快 在这个趁这个舞台 要捍卫国民党 怎么会主张蓝白会 我们要符合台湾人民的需要 好 现在一次文琦这边 跟民众党这边 我们来看看是 因为其实现在大家都在看到的是 选前之夜到底 郭董会不会现身 因为郭董到目前为止 他都没有名奖 要来力挺高红安 就像今天是暗时了嘛 选战倒数 文琦你怎么看 郭董会现身吗 那照你说的 国民党现在好像 很多人觉得高红安 没什么问题 那郭董会不会出来呢 我认为郭董是不会现身的 他是一个精明的商人 这个我先把答案讲出来 但是我们如果看 现在的这个背板 我跟大家报告一下 其实我要提醒一下 谁是第一个影射的是张天青 各位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 叫三七部证师 合理的假设一下有没有罪 对不起 你看我们林志坚 从论文案到新竹棒球场上 到官浦国小到所谓的这个车站 假设一下有什么呢 我觉得因为我们现在看政治 大家看实际的 为什么一个新竹45万的一个城市 小城市在2024投票人35万 你看到柯建民投入那么多 各位有一句话叫做 反反常就必定有鬼 对不起 我觉得当然柯建民应该要道歉啊 道歉到现在你看 连蔡英文总统 连现在的补选 都是还要他一个人拍板 整个党内民主被他没收 所以我柯建民 我觉得他要道歉 你好像不太了解民进党 真的啦 第二个我要讲的 就是所谓的高宏安 高宏安不要怨不得变任何人 因为我讲实在话 你身为女性 你身为立委 现在发生了 刚才讲的所谓的性质事件 这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所以我觉得他当然要检讨一下 他自己的人和问题 可是各位 我一直强调 为什么大家很讨厌我讲话 各位 我们如果要支持女性的话 丁允公王定宇 李伯璋王必胜 这些消费女生的部分 不是啊 逻辑的重点是 这都是在消费女性 请针对同样的事件 做评论 你一直歪楼 再来我跟大家报告宣董的事情 各位 这个答案也非常简单 你是歪楼 如果说我们认为 每一个人都是头家 每一个人都是一人一票 我们为什么希望说 台湾中华民国要走上法制 不要再像过去的威权人质 那你的阳光示法 游说法 宣董有没有权利说 三分之一 我要跟这些立委去瞧一瞧 各位 他只要符合法令 依法行政 如果他没有依法 民进党不能把他抓出来 台北市政府不能把他抓出来 那就是他们的错 所以宣董在为他自己的 所谓的政策啊 或是他希望推动的 所谓的资通信的法案 这没有错 所以各位 我们常常讲 讲一件事 你突然不要叫 你知道 那个逻辑错乱 要问A答B 然后甚至把这人混在一起 所以我才讲说 你看到所有的事情 跟大家报告 高宏安有高宏安的问题 但是柯建民的问题 我觉得更严重 就是各位 有没有大猫腻 就是我刚才举的那几个案例 柯建民到底有什么问题下去 柯建民到底有什么问题 柯建民到底有什么问题 是 如果有国民党 或者是民众党的柯文哲 趕快把证据拿出来 我刚才讲了 你刚才讲了 台北 欧荣 西党 都是你自己去那里讲的嘛 两亿的酋长 柯建民到底有什么问题嘛 各位 我讲我讲 柯建民到底有什么问题 柯建民到底有什么问题啊 你不要啊 塞系副正式这种 把你断职嘛 最好 最好这点 高宏安的选前之夜 郭董到底来不 其实就是今天晚上 大家都在看的重点 那这场九合一的地方大选 其实现在倒数计时不到一天了 所有的产业界 其实还有科技界 都是高度关注的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我们等一下回来 继续来关心 这一步台湾有那么好的 晶片的生产 我这一次到API 就有好几个国家 台积电创办人张招毛坚定回应 半导体供应链不可能去台化 不过台海稳定 也是国际大厂投资的重要考量 因此这回地方选举结果至关重要 学者认为绿营失守地方选举恐将影响台湾加入CPTPP 甚至是台美贸易倡议的进行 财新传媒董事长谢金河也直言 如果民进党选不好 蔡英文提前掰咖 2024年的总统大选 就会提早开打 这对台湾经济未必有利 毕竟近期 不只股神巴菲特砸了1280亿投资台积电 重量级半导体外商艾斯摩尔也加码在台投资 再在显示 台湾经济在民进党的带领下 搅出亮眼成績单 过去的情况来看 国际景气不好的时候 那台湾经济都会特别差 包括2000年网路泡沫 2008年金河还下 但是2020年全世界一定很差 但是台湾确实一直独秀 确实让过去台湾的投资占 GDP的比重大幅上升 台湾半导体身处重要战略地位 这回选举结果 将牵动未来经济局势 备受全球关注 好 这场选战呢 不只可能全世界都在看 我们台湾的选民做出什么样的决定 其实科技界 产业界 也都觉得至关重要 这个先请教这个宇韶老师 昨天看到这个谢金河董事长 他其实写了一篇长文 他里面其中有一段谈到说 国民党在地方服务 是比较贴近选民的 所以民进党在很多的选区 在挑战上真的会有难度 那他的这个分析 他说如果民进党这一次 算了不好 蔡英文政府会提前跛脚 那么2024年总统大选 当然就会提早开打 这对未来拼经济未必有利 好那所以其实大家都很在乎荷包 很在乎经济啊 谢金河董事长这一席话 我们要怎么解读呢 谢金河是我政大东亚组的学长 我一直都很尊敬这个谢董 但是呢 谢董啊 这个发文比较客气 国民党地方服务 比较贴近选民 国民党地方派系家族政治 大小通吃 比较接近选民 我相信整个从台湾 我们新的来宾加入 他带领会跟他分享 云林怎么回事 彰化怎么回事 或是呢 这个台中南投怎么回事 嘛 这叫做不是贴近选民 是选民被他们绑架了 中二补选我们都讲了很多了嘛 好 许多选取有难度 这句话我认同 但是呢 下一句话呢 我略有不同的看法 选不好啦 当然民主政治跟中共不太一样了 权力交班过程之中 哪有说呢 非习近平不可 如果没有习近平 这国家就怎么啦 谢金河是担忧啦 民进党群起云友嘛 当然呢 在后小英时期 如果呢 这次选不好 因为这次呢 小英总统小英主席 这次操盘的角色 基本上很明显嘛 而且呢 是拿自己执政的政机 希望去拉台陈时中 我肯定陈时中嘛 大家肯定民进党 肯定啊 这个苏贞昌 那么呢 就应当呢去呢 支持陈时中嘛 所以呢 当然对他未来的权力布局 会有一些干扰 进入后小英时期 但是呢 我觉得啦 民进党呢 还是有初选制度啦 再怎么大的风雨 2019年 那时候呢 即便赖金德 跟呢 这个蔡英文 有初选嘛 嗯 这种剧情就不会发生在国民党 当初好像彼此竞争非常激烈 或者是呢 过去苏贞昌跟蔡英文 外界都传 他们有心结 可是这种故事 真的不会发生在国民党 你可以想想看 吴敦毅啊 有一天愿意去当 朱立伦的行政院长嘛 假如朱立伦当总统 这种剧情 两个都不会发生 朱立伦会不会当总统 我不知道啊 第二 吴敦毅去当朱立伦的行政院长吗 不会的 所以说大家对民进党政治文化 不要道听途说啦 我跟一德主席啊 还有坤成 我们都直声明讲党员啊 对民进党内部的这种派系合作联合是可以理解的 结论我非常非常的答应 非常同意啦 什么意思呢 因为呢 现阶段全球生产工艺院的核心 我在念硕士的时候啊 读啊 华勒斯坦的理论 说啊 中心半边垂边垂 台湾永远都被人家视为是啊 那个半边垂想往中心移动 没有想到经济学怎么形容台湾 台湾现阶段好像是波安战争的 何穆斯海峡 哦 西方媒体说啦 台湾呢就会像是啊 当然古巴危机 因为全世界都担心台海危机嘛 就好像什么 就好像呢 我们看的那个戏屏障 跟戏顿说的这本书一样嘛 如果金元代工锻炼的话 全球生产就会造成影响 所以说呢 谢金元是做这样的推论啦 什么推论呢 台湾政局不稳 基本上会影响到呢 区域的稳定 结论简单啊 2019年 您这样大败 请问老共就出手什么 告台湾同胞书40年 习五点讲话嘛 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嘛 那时候时任高中市长韩国瑜 不知道再怎么想的啦 大家不要说他贴他我们标签啦 有人当选不到一百天 再没有说要Yes I do 选总统之前 先去哪里 说要卖水果 进中联办 对不起喔 我研究两岸关系 快要25年了啦 卖水果跟中联办什么关联 死地无银三百两 所以我只能说啦 如果名将选不好的话 老共会予取予求啦 会跟再多的在地协计者 见缝插针啊 韩国瑜不是第一个 然后呢也不是最后一个啦 是 讲到这个在地协力者 我就要来请教昆程议员 因为最近其实看到 蓝绿都不断在催票 当然小英总统这边也说啊 他希望呢 这一次喔 真的不只是地方的选举喔 选举的结果也会决定 台湾要向世界传递 什么样的讯息 可是喔 港宽坐贵总统 前总统马英九是怎么说的 他说 票投民进党 青年上战场 票投国民党 两岸无战场 所以希望用选票来选择 和平 拒绝战争 看到马前总统讲这些话 今天曹董很生气 发了一篇文 他说 这就是要引进共产党 台湾变形场啦 说马英九谋合必战 根本就是要洗脑台湾人 怎么看曹董这样有感而发呢 这马英九真的是脱节了许久了 他大概不知道说半逃底的大厂商 这个艾斯摩尔 也要来这个台湾投资了 他可能也不知道说 台积电的银奈米 这高科技的要落脚在这个桃园的龙潭 那他可能也不知道说巴菲特 他花了快一千三百亿 买了台积电AD 那这象征什么 大家对台湾有信心 大家对台湾有信心 才会投资台湾嘛 那这也是谢敬额他讲的说 那如果说今年就是明天投票出来的结果 民进党选择不好的话 那会不会就是像2018年一样 2018年的民进党地方选举大败 那给出了一个什么样的讯息 让共产党觉得说 你看这一个亲中的势力 在台湾开始又复活了 那所以在2019年的1月2号 马上告台湾同胞数就说了 这个没有所谓的这个一中各表 就是只有一个中国 那他就是认为说 这个台湾的地方选举结果 丢出来的讯息就是这样子嘛 那所以小任总统才会说 那这次的选举结果也相当重要 现场选举跟总统大选 一样重要的原因在于说 他有一向世界丢出一个讯息 就是说那是他现在保护台湾人 这个路线到底对不对 如果走的走的对的话 那就请支持民进党吧 然后让他有更多的力量 能够维持台海的稳定 那这次他要让世界知道说 这条路线是正确的 那如果说这个地方选举 这个民进党明天在投票的时候 选的不好 那就会像现金人讲 那大家会觉得说 那是不是台湾的这一个 这个寝宗的势力又起来了 那又给这个中国一个讯息 就说你看这个台湾 还是有人跟他在一起唱贺的 还是觉得说一个中国 这个才是这个 目前台湾的主旋律 那这就像 就会有像这个马英九这样讲的 所谓什么民进党 什么七年上战场之类的 那我再用曹新成的话来回他 他说票投国民党不是两岸五战场 这票投国民党就是支持共产党 为什么 因为国民党跟共产党都是一样的 支持一个中国 那所以说马英九 你如果要这样讲的话 那就只好用曹新成的话 他今天讲的其实更白了 是引进共产党 台湾变形场 那老师讲就是说 曹新成的意思就是说 共产党他就是一个黑帮 他就是一个黑道治国 那现在如果说这个国民党 他还是要跟这个共产党他附和 然后要把这个台湾现在有的主权 让让渡给中国的话 那曹新成认为说 那这个以后大家都回去当 这一个贱民了 就是说这个成为中国的部分 那这次的选举对于台湾重要性就是 在于维护台湾的主权 不要让世界释放出 这个台湾这个 拥护中国的这些 势力好像又复活了 那我认为是 曹新成他为什么一直在推 这个要承诺 不要签 那这个要签署 这个不可承 这个投降承诺书 或者说要抗中保台 最重要的原因在这里 曹董写这些话真的是有感而发 明天的投票真的很重要 我们手上神圣的一票 请大家要记得返乡投票 不过在选前的这个前两天 居然在云林县发生了有这个疑似 选举暴力的事件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情况 等一下呢 有这个当事人要帮我们现身说法 我们稍后回来一起来了解